前段时间 于瑶市低堂接到母湖村的许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养鸡场 发现自己养的一千多只鸡就只剩下了二十多只 许先生立马查看养鸡场的监控 却又没有任何盗窃的迹象 难道上千只鸡还会凭空消失吗 于是许先生选择了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 民警马上展开调查 在调看了养鸡场附近的公共视频后 养鸡场旁边一辆红色的货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个案子前期证据比较缺乏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观察到他现场有一辆红色的货车 通过查询这辆货车我们锁定了一个 也只能说嫌疑人吧 一个习某 警方立即传唤了红色货车车主习某 习某交代了他伙同嫌疑人郑某 在七月到八月两个月的时间里 先后三十多次进入养鸡场偷击的犯罪事实 被害人徐某是雇佣这个主犯的 主犯郑某的爸爸是作为养鸡场管理员进行管理 其实但是跟郑某是没有什么关系 郑某因为平时经常去他爸爸的这个养鸡场里面走动 所以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 也算是这个熟人作案 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养鸡场的管理员 郑某知道养鸡场有监控设备 所以每次和嫌疑人习某偷鸡的时候 他都会关闭店员总闸 这样视频监控中就无法记录偷盗的影像 得手之后他们就把鸡卖出去 他还交代就是他们两个人把盗窃得来的这个鸡 卖到墨建山的一个养猪老板那里 然后并且有联系方式 我们通过联系方式把这个人查到以后 传唤到派诉所里面 那个收鸡的老板拿后来也承认 这两个月里面就是习某和主犯郑某 就是说有有两百多只鸡 就是说卖给卖给过他价值一万余元 目前嫌疑人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同案犯习某被处以治安拘留7日的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记者盛卫东编辑报道 一定就是这样子糟就那么变下来 nag OR 再带我坑 我带他ho所有事用 그러면 好